大家好,我是小和,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16节 这一节我们来学习一个小的知识点,模型仕图编程 其实模型仕图编程也,它的英文称呼的是MVC 但是在QT里面的话,并没有MVC这么一个概念 而是MVD,也就是代理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QT的帮助文档 关于模型仕图编程它的一些介绍 这里有关于QT模型仕图编程的非常详细的介绍 MVD,也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仕图,然后是模型代理 模型的话是直接和我们的数据打交道的 通过这个图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里的Model和Date是直接进行交互的 然后我们试图呢,是和模型来进行交互 也就是从模型那里来取得数据 代理呢,就是负责视图和模型之间交流的 简单的话,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 MVD,它的模型试图编程它的一些优点 这里呢,我简单的总结了这么几点 就是第一,在处理较大的数据的时候 模型试图编程呢,它是数据和显示是分开的 这样呢,就说他们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然后呢,效率的话可能就要好一点 第二,一个模型的话可以和多个试图进行绑定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试图来查看同一份数据 第三,就是如果底层的数据源发生改变的话 我们的试图呢,是不需要做修改的 我们可以直接处理我们模型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的模型是直接和数据源 也就是这里的date,它打交道的一个东西 我们呢,是只需要处理model就可以 模型的积累的话是q ubstract item model 这个呢,是所有模型的一个积累 然后呢,从这一个类继承的话 有这么几个模型 qubstract item model 还有一个table model 中间这一个呢,我没用过 不是了解 两边的话,这个nest model和table model 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试图的积累的话就是q ubstract item view 看一下 这呢就是试图所有试图的积累 然后呢,从它这里继承的话就有这五个试图 一个是qclam view,qheader view,qlist view,qtable view和qtree view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qtree view,qtable view,qlist view 其实这两个呢,我好像没有用过 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什么是模型视图 简单说呢,它就是将数据处理和显示分开 这么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呢,MVC它不是一种设计模式 习惯是呢,被很多人理解为误解为它是一种设计模式 它呢,其实是一种框架模式 具体的细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百度百科 这两个关于MVC它的一些介绍 下面呢,来看一个关于模型视图 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呢,还是运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两个视图 左边呢,是一个竖形空间 竖形的视图 也就是一个tree view 右边呢,是一个列表视图 qlist view 但是它们显示的是同一份数据 也就是我们当前工程所在的目录 qdebug这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工程当前目录来验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一个目录 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见 这两个视图呢 都是指向我们工程当前所在目录的 debug目录 这里呢,我们就是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试图编程 这里呢,我们用两个模型来显示同一份数据源 下面呢,我们就来自己动手 实现一下这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呢,还是打开我们的开发环境 QtCreator,然后新建工程 这里呢,我们就叫Model 模型视图 然后下一步 激烈的话就选Q widget 然后完成 这里呢,我们不用这一个Widget 不用它提供的这一个UI文件 我们自己来写 然后首先还是导入投文件 一个分裂器,一个分裂器,QSplitter 然后两个视图QTree view 一个是QList view 然后是一个模型QFill system model 然后再来一个QDir文件 这个QDir是操作文件的一个固文件 然后首先是建一个分裂器,QSplitter 分裂器的作用呢,咱们待会讲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再来建模型QFill system model 这里我们就叫它Model 然后把它6出来QFill system model 咱们习惯性的说法就是6一个 就是实力化一个对象 这里我们就是6一个Model 然后Model给它设置一下 这里我们把当前的路径设置给它 Current pass 然后就是两个模型QTree Tree view 6一个 指定一下它的 Parent 这里我们就将Splitter作为它的Parent 然后就是重点的一步 非常重点的一步 将它和摩将这一个视图和模型绑定起来 这里就用Sit model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是QList view 实力化 实力化 指定它的Parent 然后模型要速度绑定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最后呢将这个Splitter然后修出来 也就显示出来 编译一下 编译没有问题 然后运行 这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小的程序运行起来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见的 这里呢是监视了我们的系统目录 也就是我们的盘幅 我打开我的电脑来看一下 这呢就是我的系统的一个盘幅 有五个盘幅 然后通过这里呢也可以看见 但是这里和我们刚才的小程序有点不一样 刚刚呢是监视了我们工程的当前目录 所以呢这里拿来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当前的索引 Current Pass把当前路径交给它 这里呢就是让这一个视图来 显示我们的当前路径 Curter然后返回我们的获取我们的当前路径 这样呢再来运行一下 有问题 这里我们是要从模型那里来获取 也就是模型摩托 下面也是这样 然后重新运行 这样呢这个应用程序就已经运行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见它是监视的我们工程的当前路径 左边呢是一个树形空间树形视图 右边是一个Q list这么一个视图 这呢就和我们刚刚运行的那个小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来再来讲讲解一下代码吧 几行代码首先呢是一个分裂器 分裂器呢就是通过这里大家可以看见这一个界面呢被一分为二 中间呢是一个可以拖动的一个分隔的一个小框 这个呢就是一个分裂器 将我们的界面的分隔为左右两个部分也就是这一个Q splitter 然后呢是一个模型Q fuel system model 有文件系统的一个模型 两个视图 treeview和一个Q list view 然后这一这一行代码呢是将这一个视图和我们的模型绑定起来 最后最后呢就是将这个界面显示出来也就是调用机口秀 这个小程序呢就讲到这里 关于Qt的模型视图编程呢 大概就讲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观看